每次写都头疼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字确实是 对咱初学者而言 这个字真正好难写 其实就是横折钩这一笔 真正是好难写的 你看到吗 叔叔们 你们在有的时候 好多叔叔可能写这笔小短痕 他写的很尖 对不对 但是叔叔们我不会 因为我这个字 我把这个短痕 我也会让他写的那种起笔 都是一种藏风起笔 如果你把这些笔画写的太尖锐 你出不来一个大字的感觉 对不对 我说的是太工整没创意 其实他这种字 他追求的就是没有创意 如果说真正 真正说你把楷书 现在写出有创意来 现在好像真正没有 没有老师做得到 对不对 老师说的是 我知道有的老师写的比较好 但是他的排列大小就是有问题 他自己也是知道 请教 好字如何写才中看 我绝 我绝不好写 哎呀 这东西反正练字 我都有的时候不会 咱都真正写不了 写不好 我只能说每次是在尝试 你看我写的每一幅字 其实我是在努力的去 每一次就想突破 感觉不是写字是画字 哎呀 咋说呢 其实现在啊 有的时候可能啊 画字画字 其实现在啊 我真的啊 这些问题真是 好像不是什么问题 刚才有个书友说啊 说正常来说写字啊 这好像看着不像写字是画字 我明白有的时候说这一话是啥意思啊 他可能老是一直觉得呢 有的时候我们写钩 有的时候呢 真正啊 写的确实是有那种啊 回笔的迹象 你但是啊 叔叔们 你看啊 你像这种字当中啊 真正啊 你可以说这种 你像我现在这种写法 是吧 我这种写法呢 确实在没画 但是有的时候呢 他对这种 咱们有的时候呢 这种空笔能力的要求 他比较高 行了 这个字写不好看 书画一家亲吗 什么体 凯书不要影响老是写字啊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事吗 你影响不了我 真的 这咋说的呢 咱说实在的 我就算写的不好 我也没有什么损失 真的啊 去找到 找到问题 多练就行了啊 你像刚才这个什么 刚才这个字写的啊 这个物字吧 问题就比较大 然后呢 咱可以说 针对于这个问题 多练嘛 写写这种啊 一笔出钩练练 这种问题 真正啊 有的时候呢 同样就是一个物 你看啊 一 二 你看到吗 来 三 四 你想说什么啊 你这种 横折钩 写出来 它确实是啊 是跟你那个什么啊 你看如果说咱写着这样 哎 我到了这 我下来 是吧 我又得上去 我又得这样 那确实人家会看着你不说 为什么呢 因为写字确实是不会让你这样去图图画画的 对不对 你想 我写一个横折钩 是吧 你看我这样写出来的感觉 它完全 它就不一样 对不对 你看 这种钩出来 它肯定不一样 但是呢 咱尤其是初学的朋友 可能啊 这种钩一笔初钩 它真正有点难 对不对 写字 我只佩服杨再春 对啊 你可能真正啊 人家杨 那是真正 不是 是值得所有爱好者 都得佩服的人吗 对不对 其实每个人真正 人家写的好的 就是写的好 咱写的不好的 咱也得承认 是吧 所以说 你不认为 你把这些只能拨出 我们不认为